各位師兄姐 大家好 我是現場年紀最小的學生 我是差不多九月的時候來接觸這個長生學 那一開始我就是透過崇美阿姨的介紹 就是來接觸這一塊 我覺得比較深刻的體驗就是 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些人讀書都讀到很晚 讀書讀到很晚的時候 有點起來 就是也沒有什麼睡 就是他們就會精神不好 就會爬在足足桌上面睡覺 那我都會告訴他們說 你身體狀況如果不好的話 你可以就是調你的氣候跟就是前面這樣子 然後讓你的上課的精神也比較好 那那個時候剛好是斷考 就是第一次的準備考試的時候 然後就是那個禮拜 有跟我一起做這個動作的人 考試都考了 非常好 所以他們就說 有重有差 那樣子 就是說 就是 讀書之外 也可以就是多 多去接觸一些東西 不要就是說 就是 只是在學校裡面 多去跟這個世界去互動 這樣子 是非常好的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